習近平緩緩踏上紅毯 後方一名手提攻勢包的助理 匆忙緊追在後 卻被門口壯汉保全 硬身攔下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參加南非金專峰會 其中一場會議開始前 卻發生插曲 疑似習近平的隨行翻譯 被粗魯壓制阻止進場 大門還硬身被關起 習近平似乎察覺到情況 頻頻回頭 中間還一度站在原地 又再度回頭查看 表情和動作有些不知所措 最後獨自一人進場 除了翻譯被黨習近平22號 意外缺席金專國家共上論壇 改由商務部長王文濤宣讀致此稿 也引發關注 外媒諸多揣測 認為習近平的缺席已不尋常 不過後來習近平又按照原定行程 出席峰會第二天領袖合照環節 迅速破除外界傳言 只不過不少外國媒體 依舊打破砂鍋問到底 剛才我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 我要再次強調的是 我們相信這次金專國家領黨人會晤 一定會取得豐數的成果 而透過視訊與會的俄羅斯總統普丁 借機為俄國對烏克蘭發動戰爭辯護 表示是俄羅斯被迫採取行動 其餘四國並未譴責 為了緩和西方制裁衝擊 金專五國如今對於莫斯科 更顯得重要 會議後 五國對於納入新成員的考慮機制 也達成共識 目前至少有22個國家表達意願加入 記者綜合報導